我们汉语有这样一句话叫什么 三人成众对吗 就是众人人多力量的 而且智慧有无穷 所以今天来了三位同学 也很高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我们先从夸夸群开始 什么是夸夸群 为什么现在这么火 人们究竟有多么喜欢这样的群 什么样的群 夸夸群 这个群是一个 很多东西都在一起是不是 对很多东西都在一起这样的我们会把它称为群 对 我们说的在社交媒体上的群 在网络上的群指的就是一个群 夸夸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群呢 夸夸有什么意思呢 夸夸你真帅 你的衣服太有品味了 夸夸群 你真美 你长得真好 自卖自夸的夸 对吗 夸可以是夸别人 比如老师夸学生 比如朋友之间互相夸奖 还可以是我来夸我自己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的俄语说的和你们一样好 这是自高自大的意思 是不是 这是自夸 不一定有 如果说自高自大 这是一个贬义词 是太过了 如果只是夸奖的话 然而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夸夸群 大家不了解的话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的这一页幻风片 这是一个在网络上面的截图 新词是不是 文群新词是不是 哦 本群须知 就是你到这个群 你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你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在这里都写着 现在看来是我离得最近了 是吗 我来读还是 如果你想读的话 也可以走到前面来读 我看得见 可以读吗 不知道怎么读 这里是快快群 没有风速 风速 没有 没有杠筋 杠筋 是什么意思 这都是一些 哇 现在呢 在网络上的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词 这里只有 夸夸夸夸是不是 对 这里只有夸夸夸 好 我 讽刺我们了解 对吗 讽刺 就是这样的一些话 嗯 杠筋是什么 杠筋这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个词 杠筋指的是 比如说我说 嗯 这个字写的真好看 啊 另外一个人说 好看吗 不好看 哪里好看 一点也不好看 我说你看 这一点写的很好看 这一点写的不好看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这样 我说这个好 他说这个不好 也可能是他说这个好 我觉得不好的 就是两个人一直在这样 我们说台杠 有的人特别特别爱跟别人抬杠 我们就把这样的人称为 杠筋 杠筋 他总是就是要反对你 他总是会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对 不行不好 我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 只是有的时候甚至是什么 为了和你争吵而争吵 为了抬杠而抬杠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人称为杠筋 好我们来看 这个群里面没有讽刺 也没有杠筋 我们这里只有是夸夸夸 就是意思是他们都是 都有一样的意见 是不是 意思是他们不会批评别的 别的属于这个群的人 对不会批评别人 对对对对 不仅不会批评别人 反而会怎么样 他们只会夸 只夸不批评 那这是自然的吗 我们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须知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群 好我们从这里开始 你可以 拍一句话 然后求夸夸 就是要求我很想夸夸 是不是你们的夸夸 请表扬我 群里的小伙伴们就会开始夸你了 夸你了 就是意思明白 比如说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电路过了 要那个夸夸 明白明白 电路 电路是一个电路 然后接下来是别人怎么夸他 那你又可以免费多修一次电路了 太棒太赚了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能 因为电路出现了问题 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但是这里不会说 不会说你遇到了麻烦 很糟糕或怎么样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反而是说什么 用免费多修一次电路了 太棒了 太赚了 是这样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后面还有 这里的要求是什么 夸别人时记得 at被夸的人 这是微信群里面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都在一个组的话 我可以在上面写上 我要跟你说的话 然后我再at你 这样你可以 当然别的人也可以看到 但是你肯定会先注意到 我跟你说话了 好 我们继续接下来还有 可不可以麻烦你再接着 可以 快别人时 这个我们已经读完了 是不是 我们 鼓力 是不是 是的 鼓力上衣 以 以地交流 在友好 有爱的 风味中 是不是 嗯哼 做专 传递 传递快乐与能力的 能量的 能量的 对不起 数量的量 小天使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押 这个押是一个网络上的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像啊啊一样是不是 是的 你从什么地方找到网络下的是不是 对 在网上人们就使用这样的一些词语 随时随地宽起来也希望大家多多扩散专发发芽 本群想一直做一个给大家温暖和愉快的新地方 对 小地方不是新地 只是小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微信上面其中一个夸夸群它的取知 当然微信上除了这一个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群 但是如果你在夸夸群是一个新来的人开始批评别的人 他们会商调你他们会告诉你你别写吧 是不是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有就好像就好像有人来到我们这个班 来之前他就应该知道对我来这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那如果我觉得我可以我同意我接受那么我进来这个群 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不参加这个群 但是如果我同意我说起来同意但是想起来不同意 我可以退出这个群 他们也可以退出这个人是不是 当然也可以退出 当然也可以退出就好像他离开教室一样 可以进来也可以离开 明白明白 我现在很多很多这样的群 接下来给大家看的图片 我这是清华 清华的一个群 因为这张图片是在网络上找到的 我很难确认说 这样这个群是不是就真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建议的一个群 但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因为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比如像清华北大这样的中国最好的一些大学里面 学生们也都开始建立这样一个群 这个群的名字就是夸夸群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他们怎么夸是怎么聊天的 在这个群里面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是什么 看不进去书 看不进去书是什么意思 学习不进去 那就是他们学习 对对对不明白的意思 看不进去书就是可能我想看书 但是我看着看着就不想看了 那为什么不想看了 因为已经知道这些知识还是 不一定不一定 可能我想出去玩 可能太难了 可能是我不想学了 意思是你书里有书但是 是一生你看不了 或者你不想了解书里面的意思是不是 可能不想看 不想看 他太累了 也可能 好 看了你好 哎 我 老师 四个人 我们忘记说时间了 对吗 我们应该说五点钟的时候 有几个人 我们没有说五点 我们说五个人来来谁赢 如果说五个人来 是一何席 我们没有 只三个人和四个人 我赢了大概一个人 十分钟 对 十分钟 好 我们来看 但是我看不进去书 就是可能说我想学习 但是我学习不进去 他后面说求夸 请大家来夸夸我 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群的别的人是怎么夸的 我这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来读一下吧 其中一个人说看不进去书 说明你的知识水平高于书 后面的是这个浓腻度 梯度 这个可能是相关一个专业里面的一个术语 可能是一个其中 比如说流言的人的 他可能是学理科的 然后他的学习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术语 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用到的词语 这个我们可以忽略到 他说知识无法自由扩散 特别好玩的是前面的这一句 看不进去书 说明你的知识水平高于书 没有说你很贪玩 你很懒惰 你不踏实的看书 没有这样的一些话 我们继续 接下来还有 我们继续 接下来还有 是不是 我不清楚 这个不清楚 这个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觉得 你在这个群里面 待一段时间 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你可以退出去 没有关系 你是自由的 那这样的花花群很多是吗 什么 就是这样的花花群很多 是最近很多 就是说比如说清华有一个 比如北大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哪里 上班就说会建一个 什么 而且不只是一个 而且不只是一个 很多 就是同一想法的人 对我们现在我们五个人 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群 都可以 只要就是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群的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夸人 我们今天的话题 是从夸夸群开始 然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夸夸群 人们在夸夸群里面是怎么聊天的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到底夸夸群有可能有哪些好的地方 也可能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另外的两个在网络上的截图 我们来看左边的 不想起来 我不想起床 求婚 求婚 对 请夸我 我不想起床 明白 我们来看 接下来这是大家给他的留言 然后我们来看 上面这个人说的是 忠于内心 你一定是个坦诚的人 就是我不想起床 我没有起床 你一定 那写的是什么 下面这个人留言是什么 你充分考虑了床的心情 最好的告白就是陪伴 你的床一定感到很幸福 你理不开他 他理不开你 对 好 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 不想去图书馆 闷在寝室里了 求婚 其实他是不想去图书馆 不想看书 不想学习的 求婚 其中一个人 是怎么婚的 陪伴室友 你不想去图书馆 你留在宿舍陪伴你的室友 夸 你是知道夸 我们看右边的 这是另外一个组的截图 我们来看一下 从截图的最上面来看 贵大应该指的是贵州大学 这是大学的画画群是不是 对 是大学的画画群 所以他大声的说贵大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是不是 贵大是自己学校的一个简称 就好像我们说莫大 就是莫斯科大学 是贵阳的是不是 可能是贵州大学 可能是贵州大学 也可能是贵阳大学 可以 因为这两个大学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贵 那是 好 贵阳也有 可能是贵阳大学也可以 在这里有一个同学留言是 明天 明天不考英语 现在还没复习 网终华 底下是夸他的 然后这位同学留言是 临危不乱 啊 优秀 明天要考试了 现在你还这么震惊的不复习 夸你 优秀 好勇敢的一个人是吧 好 我们接下来 这个人留言是 凌晨还想着学习 你很优秀 啊 这就说明他留言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 好 接下来 补考是为了更好的更好的工具 呃 工具 知识 点点 点考 点考 你今天没有复习第二天考试可能考的会很糟糕 那么你就需要补考 那么你就需要补考 后面写的是 补考是为了更好的巩固知识点 哇 哈哈哈 那到现在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什么在泡泡清是怎么聊天的 什么 什么聊天是很简单的 非常好的一个词确实是像心理医生一样 但是没有实际工具 就是好像我们已经看过了三个或者四个人不想做他们必须做的东西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位同学留言的是今天单车丢了 单车就是自行车丢了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求夸 嗯 我的自行车丢了 可以玩新的 肯定我的心里特别难过对吗 我不知道怎么办 啊 请大家夸夸我 可能夸夸我会怎么样 会帮助我 让我心里面感觉舒服一些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些 嗯 朋友的留言 我看这个朋友的留言是 在找单车的过程中 讨练身体 反复奔波 锻炼了身体 哗 因为这里说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对吗 你来回奔波了 那是你锻炼了身体 接下来的这个人 是这样留言的 暴躁 丢了人不暴躁 说明人极为优雅 你没有特别 你没有特别生气 或者是向任何人发火 我整个不去 自己这边丢了 对吗 这里说你没有这个样子做 说明你是一个很优雅的人 嗯 嗯 我们接下来 米兰已经看到这句话了 对吗 说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把这些字弄大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 下一辆单车更美 因为这个是图片 这个已经是最大的了 嗯 下一辆单车更美 嗯 接下来还有 就是它说服你后买新的车 这个车会更美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其实并没有说服你一定要买新的车 只是告诉你说你的下一辆单车会更美 嗯 就是旧的和习新的不难 对吧 我们看 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是 在被共享单车支配的年代 居然还坚守着内心对自行车的热爱 爱了 我这个夸的真的很很给力 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个词语 人家里面说什么是共享单车 就租车 对 对 就是我可以 只要我注册之后 我可以扫码 就来 租自行车 啊 我这里写的是 就是 大家 在这个时候 都不怎么买自行车了 但是这个 在这样的年代 你还是怎么样 还有自行车的热爱 对自行车的热爱 好 最后一个人留言的就是 很直接很干脆 对吗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夸 好 那然后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网球课接不到球 球 夸 就是在网球课上 他可能别人打给他的球 他接不到 嗯 他来这里说 球 夸 好 接下来也是大家对他的 对他的夸奖 我这一页我们 我们就不再 嗯 一句一句的来看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夸夸群 应该有了一个 就是 整体上的一个了解 嗯 如果让你们来 给你们的俄罗斯朋友介绍一下夸夸群 你会怎么介绍呢 夸夸群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 应该 我觉得 我对 我现在了解了夸夸群是什么 比如说 我半个小时之前还不知道这是啥 现在就是了解了一下 嗯 我的意思 因为我是一个保护主义者 嗯 所以我不太喜欢夸夸群 我觉得他们就是 呃 缓取到一起 浪费时间 呃 夸 求夸 但是他们必须做的东西 他们不想做 比如说 我们已经看了 这个人 明天有考试 但是他不想学习 不想复习课 嗯 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 为什么上网告诉别人 你 你不想学习 那你自己必须学习 不是 不是 求夸 是 我不会 我不会 支持这个人 比如说 哎 你 你 他们说加油加油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 我们我们 他们就把你 图群了 那我 我不想 那个 支持 这个 这个活动 我 我 心里 感觉的不好 但是不一定了 比如说他 把自己的弹车给丢了 对吧 这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 不是 不是 就是 我也觉得这是太浪费时间了 对 所以我为什么要 读这些人 比如说他们很难起床 很难准备考试 很难出门去吃的 我为什么要鼓励他们 对 是不是 太笨了 我觉得 嗯 这是你的 难道他们自己不能 接受生活压力的吗 不是 因为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太孤单了 可能周边也没有 周围也没有什么人会安慰他们 所以他们就建了这样的区域 嗯 嗯 但是这个这个夸夸群现在中国有很多 是不是 我现在我们我们了解了夸夸群的意思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还不清楚 呃夸夸群参加者有很多人吗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这一位置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因为 比如说年轻人现在不想看书 他们想上网聊聊天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 就是 嗯 这样 就是我刚才的问题是什么是夸夸群 我们应该就是 就是 如果让我们来介绍一下夸夸群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介绍夸夸群 但是 但是大家现在的话题 已经是开始讨论 就是 我们自己对夸夸群的一些看法了 啊哈 好 那这样 我这里准备的是两种颜色的纸 两种颜色的纸 不同颜色 当然是代表不同的观点 啊哈 很明显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用同一种颜色的 对 我们两个人可以用一个 如果你们觉得夸夸群的存在 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你们的观点 请在纸上把你们的理由写下来 比如说第一点浪费时间 第二点怎么样 第三点 第四点怎么样 明白吗 嗯哼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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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 好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的时间是 时间是有限的 嗯 所以我在想 你写在上面的是俄语还是汉语呢 汉语 汉语是中文 是不是应该吃 对 汉语就是中文 嗯 好 我还有两位朋友 就是 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是绿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就是你们支持快快群是不是 快快群的存在 嗯 认为它很有必要 嗯哼 好 我觉得这边有好冲 没有 没有 不好 对 嗯哼 好 这边有人做吗 可以可以 好 这边有点 可以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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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提醒一下 这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练习 如果你觉得写很长很长的句子 会花很长 呃 很多的时间的话 那么你可以写什么 就写一些关键的词语 好吗 但是等一下说的时候 你要说句子 我不要 我花很多时间 只要写两个 三个 两个东西 如果你在词上 写的是俄语的话 好吧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等一下 你需要用汉语来发言 有没有 有没有一段 其他东西 有 我们不该听 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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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先完了 就先过两个 我也交给你老师 嗯哼 希望你听得懂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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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代表 古老社会的一个一个观点 不是 不是现在的 嗯哼 哦这个有了 我就有一张 这个是我打出来 对对对非常好 嗯哼 嗯哼 包守主义的那个观点 包守主义 对 其实你很年轻 有很多新的观点 你不一定是不接受 你可能是 你更关注的是 他带来的一些 不利的一些影响 可能你的关注点 是在这一方面 是个 是个激进的一个观点 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 是吗 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 对 那我要夸夸你 哈哈哈 你对自己的认识和清楚 我们要创造一个 激进保守主义者的面膏 滑过去 哈哈哈 好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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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现在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这些阅读材料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可以放在这里 抛 阅读什么 阅读这个 你可以先看一下阅读材料一 阅读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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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材料一